胡锡进,胡新宇,异调的,异调,反正就上调的那个地方,距离学校不足百米的树林里,当地警方找到的太慢了,胡新宇,异调的遗体在他失踪106天后被发现,而被发现的位置就在学校后山的树林里,距离学校院墙不足百米,这个结果太出乎意料了,当地警方有必要展开进一步侦查, 针对人们的疑问给出信息,他这个胡新宇的事情惊动了全网,然后警方已经,嗯,那个,就是当时说,就是搜寻过了嘛,当,嗯,他不论事事似乎做了很大的努力,他发现遗体的这个山坡树林,按理说已经被搜寻过不止一遍,为什么这么近? 理因是重点搜寻的地区的树林,有人异调之前就没有被发现呢,为什么非要一百多天后才被群众偶然看到呢? 这的确很蹊跷,嗯,这是第一线案发现场吗? 如果说他就在距离学校不足百米的地方,疫调身亡的,那么意味着之前搜寻工作存在着巨大漏洞,警方之前声称搜索了学校南侧树林山岗约589亩,那肯定是包括了他最终被发现疫调的位置,距离学校这么近,不足百米啊,当时竟然找不到,形成了全网巨大舆情和对当地政府攻击力的损害, 这在工作层面是不可接受的,如果说他这个,这个疫调现场不是第一案发现场,他胡新宇的遗体是被人移过去的,那就是刑事重案了,之前当地警方表示没有他杀迹象,因此未予以刑事立案也就说不通了, 然后无论如何,这个胡新宇案的进展全过程充满了不应有的神秘和混沌,当地警方对案情的处理不够有利, 找到胡新宇一起的时间拖得太久,这非常让人遗憾,期待进一步的官方通报。